原标题 国产003型核动力航母正面目泄露 有一级数世界最强中国的第一艘航母辽宁舰 于2012年12月服役 从那一刻开始中国海军正式进入航母时代 2006年以辽宁舰为核心 多艘052C、052D、054A新瑞区护舰艇 组成的中国首个航母战斗群完成作战演练 2017年4月 中国第一艘国产航母001A型航母下水 标志中国正式掌握航母建造技术 不过这些成绩并没有值得骄傲 因为如果了解辽宁舰和国产001A型航母的人来说 中国航母之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001A型航母下水之际 美国的福特级航母就进行了海事 中国希望拥有能够媲美福特级航母的国产和动力航母 它就是003型航母 中国003型再建国产航母将采用电磁弹射器和核燃料 较零件和001A型航母目前都已经公开 对月002型航母媒体都宣称已经开工建造 唯独003型和动力航母还没有半点消息 在所有的航母中 003型航母可以说是网友最期待的一款航母 因为003型航母的对标是美国的福特级航母 它不仅是中国技术含量最高的航母 也是世界最先进的航母之一 一代这艘航母服役 那么中国海军实力实现跳跃式发展 虽然网上关于003型航母的报道很多 但是官方没有消息证明003型航母的存在 很多人认为003型航母都是网友凭空意造出来的 90周年舰艇展览先行003型超级航母模型 不过过内的一场活动 让003型航母的真面目无意中曝光出来 在举行的战军90周年舰艇展览上 不仅展出了大批中国最新锐的战舰 而且还要一艘巨舰格外引人注目 这艘巨舰是一艘航母模型 航母模型上赫然出现歼20战机的舰载板 从直通甲板 盘射起飞方式 以及第四代远行舰载机 这些特点来看 这艘航母模型很有可能就是中国的国产003型核动力航母 003型航母既然是核动力航母 那么肯定就会安装电磁盘射系统 此前中国电子领域专家马伟宁认识 公开表示 中国电磁盘射技术 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 要好于美国的辐测机航母 一次中国003航母模型亮相舰导 超小配电弹及隐身战机 在作战性能上 国产003型核动力航母的排水量高达10万 是中国有史以来建造最大的作战舰艇 003型航母运用中国最先进的核反应堆技术 以及全电力推进技术 庞大的舰体还可以保持高达30节的航数 003型航母最多可以搭载70至100架舰载机 包括歼20或者歼31舰载机 力舰隐身攻击无人机 固定翼预警机等 而003型航母战斗群的配置 也堪称豪华 055型万吨大驱 057级护卫舰还有飞潮 现今的095级核攻击潜艇 整体作战能力超越伏特级航母 中国003航母兼20上舰003型航母 是中国航母的终极目标 中国希望在2030年左右建造6个航母战斗群 包括两艘001级航母 分别是辽宁舰和001A型航母 两艘002型航母 和两艘003型核斗群航母 届时拥有6个航母战斗群的中国海军 虽然拥有比较美国的全球作战能力 中国这头水尸完全睡醒 世界会为之一颤 不过中国是一头二号和平的狮子 中国有应维护世界和平 也由全力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泛物中滑着虽远地珠 再也不是一句空话 在眼前的内容 感谢观看 小写真 让我来说 真的一个空话 三角涵 第一个空话 这边的空话 我们在一口 可以往哪里 一口 之一 我们在空话 一口